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是一本叫做写作的书,本书由著名作家斯蒂芬金撰写,他是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美国小说家之一。 其唱销书包括魔女嘉丽·闪玲和肖申克的旧书,纽约报章称他为现代惊悚小说大师。 斯蒂芬名列福布斯杂志2017年全球收入最高作家排行榜第五位,他从海提时代起就开始写作,到50岁时已出版了35部小说。 写作分为两个部分,第一部分是斯蒂芬记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,第二部分则是青年作家的经历。 对于作者来说,这本书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,1999年,斯蒂芬外出散布式出了车祸,险些丧命,这本书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,从鬼门关走了一遭,斯蒂芬强忍着疼痛,坐在轮椅上写完了这本书。 首先,让我们从斯蒂芬的生平回忆录开始,斯蒂芬1947年在美国波特兰出生,在他两岁的时候,父亲欠了一屁股债,离家出走,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。 他和哥哥都是母亲一手带大的,日子过得很艰难,一家老老实实搬走,有时候实在不行,母亲就把两个小兄弟留在亲戚朋友家里。 过上一段时间,斯蒂芬六岁那年生了一场重病,由于身体状况不佳,只得休学回家,他最近看了不少漫画书,也开始模仿自己写故事。 就这样,斯蒂芬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他坚持为杂志投稿,但每次投稿都遭到拒绝,斯蒂芬把一枚钉子钉在墙上,把退稿信钉在钉子上,后来退稿信太多,钉子都快挂不住了,他又换了个大点的钉子继续写下去。 经过无数次的退稿,斯蒂芬渐渐形成了一个主题,悬疑恐怖,这些都是他从小到大最感兴趣的主题。 上大学的时候,塔丽莎成为了斯蒂芬人生中最重要的人,斯蒂芬被这个特殊的姑娘迷得神魂颠倒,因为她是个大学生,他们在24岁时结了婚,直到现在,斯蒂芬的所有作品的初稿都是由妻子读给她的。 结婚三年后,小两口又生了两个孩子,为了养家糊口,斯蒂芬考了一份他根本不感兴趣的教师执照,但一时又找不到教师的工作,只好在洗衣房干了四年工,一小时挣四块钱。 每天面对满是蛆虫的餐馆,把桌布放进洗衣机,蛆虫就会爬到你的手臂上。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,斯蒂芬仍然坚持写恐怖小说,他还为男性杂志写了一些故事,偶尔能拿到200块钱,但不管写什么,他都很喜欢写作。 最后,斯蒂芬26岁那年,魔女嘉莉诞生了他第一本畅销书,这是一部校园恐怖小说,讲的是一个拥有超能力的女孩嘉莉,在学校里遭到同学的排挤和杀戮。 这个故事开始时,斯蒂芬并不满意,把手稿扔进了垃圾桶,妻子再到垃圾室看到,觉得很有料,于是作家坚持写下去,写完了他并不喜欢的那本书。 稿子寄出去后,斯蒂芬并不怎么在意。 有一天,出版公司发来一封电报,恭喜我们正式接受加利的预付款2,500美元,1974年的一个星期天,斯蒂芬正待在家里,一位编辑告诉他,这本书卖出了40万美元,按照合同,斯蒂芬将获得20万的股份,这份宝贵的稿费,终于让这个小家庭摆脱了困境。 斯蒂芬在《魔女嘉丽》一书中声名雀起,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,好了,在了解了作者的生活经历后,我们现在开始第二部分,主要讲述那位畅销书作家写小说的经历,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,第一个阶段是,如果你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,你需要做什么准备? 第二个阶段是写作,斯蒂芬介绍了作家写作必备的工具箱,第三步,就是如何修改稿子,从第一个问题开始,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? 总之,态度要端正,下定决心,多读多写,从你所知道的领域开始,首先,你必须要有一种认真的态度,在开始写作之前不会放弃,斯蒂芬指出,你可以开始写作,但不要轻易开始,写作是件很严肃的事,如果你做不到,那就趁早把它放下吧。 要想成为一名作家,就必须为写作做好准备,斯蒂芬在洗衣房里写出了第一本长销书,但是,总要有一扇门愿意关上,关门就等于告诉世界,告诉自己要写作,就要做到。 如果可能的话,不要在书房里设置电话,也不要在电视和游戏中分心,最好把窗帘拉下来挡住外面的景色。 因为对于新手来说,尽量不要让自己分心,带着一种严肃的态度和决心把自己关在门后,你需要更多的阅读和写作,这是成为一名作家的必经之路。 除此之外别无竭境,斯蒂芬一年读七八十本书,他认为好书比好书更有用,通过阅读糟糕的文章,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糟糕的写作,比如《星际矿工》,斯蒂芬今曾经见过,小说作者反复使用激情这个词,在他的作品中,主角要么对着星星微笑, 要么热情地拥抱着金发女郎,读完这本书后,斯蒂芬就知道不能再重复使用单词了,阅读是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部分,斯蒂芬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本书,在后机厅,后诊室,任何枯燥的等待队伍中,当然还有厕所也是阅读的绝佳场所,持续的阅读会使你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,并随时准备好进入写作状态,如果你对此很满意,并且有这样的天赋,那么每天阅读四到六小时应该是合适的, 斯蒂芬也告诫读者要多练习写作,那么,写多少才算多呢?当然,每个人都不一样,有里希斯艺术的作者詹姆斯·乔伊斯,以写作速度而著称,英国推理小说家约翰·克里希写了五百部小说,其中有十个笔名,斯蒂芬本身就是一位高产作家,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其他,他每天都要写,每天写两千字。 对于初学者,斯蒂芬建议,一开始最好把目标定得低一些,免得泄气,比如每天写一千字,每周休息一天,保持写作的紧迫感,这样,目标定下来以后,你就下定决心,不达到目标绝不开门。 在正式开始写作之前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那就是你打算写什么,斯蒂芬的回答是,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,只要讲真话就行,建议从你所知道的开始写起,简单的说,从你喜欢阅读的主题开始,斯蒂芬从小就喜欢看恐怖漫画,对黑夜和恐怖故事有着天生的好感,所以他一生都在写恐怖小说,写完准备阶段,现在进入第二阶段。 斯蒂芬把写作需要的能力比作一个工具箱,这个工具箱分为三层,第一层为词汇和语法,第二层为段落,第三层为三个基本要素,首先,在工具箱的第一层,是写作的必备法宝,词汇和语法,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用第一个字,只要合适,生动,不能乱用,说白了就是不给钱,而是给小费,不能用排泄的方式,简单来说就是拉个便便,我们用文法把这些词组合起来, 其实不用按照主卫宾定式把句子补全,写得很完整,斯蒂芬提出了一种最简单的语法,即名词加动词等于基本句,简单的名词加上动词,简单明了,海明威因其短小精悍的写作风格而文明于世,比方说,他的老头子在大海中与名剧搏斗,直至战死,这短短的有力的句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 斯蒂芬还建议不要使用被动词和副词,因为这两个词他都不喜欢,首先,让我们看看被动语态,我的初吻常常是我和沙依娜的开始,很难理解吗? 换一种比较简单的主动表达方式,就是我和沙依娜之间的一段恋情,从初吻开始,我就没有忘记过,这不是很好理解吗? 除了被动,斯蒂芬第二讨厌副词,再比如,碰了一身关上了门,这句话并不难听,但请你们心自问,这句话有必要说出来吗? 你也许会说,这句话很有必要,表达的力量介于关门和关门之间,但从内容上就能看出来,在关上房门之前,他应该把故事的内容告诉读者,包括他的情绪,以及他关门的方式。 在讲完词汇和语法后,我们再来看第二层工具箱,这里是段落结构,如果你随便拿起一本小说,随便翻到哪一页,只要看一眼页面的布局,你就会知道这本书难不难。 容易读的书里面有很多短小的段落,包括对白,还有很多空白处,说明文字段落应解明扼要,理想的说明段落应该从概括性的句子开始,接着的句子解释,或者进一步展开第一句。 这种结构要求作者理清思路,避免跑题,不过小说的段落结构不够清晰,难免会跑题,小说的段落具有自然流动性。 情节的转折与节奏决定了段落的启程转合,你越读越多小说,你就会发现,故事是自然而然形成的,而故事也会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。 写作时最好不要考虑过多的段落开头和结尾,学校只是顺其自然,之后如果不喜欢再改。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工具箱的第三层,从这一层讲到小说创作,小说中主要有叙述描写对话三个部分。 叙事就是把故事从A推到B,最后以Z点结尾,描写为读者描绘现场的感觉,对话通过具体的语言赋予人物生命。 首先讲的是叙事,讲的是怎样讲故事。 斯蒂芬对小说创作的基本信念是,故事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,不需要设计。 这个故事就像一块画石被埋在地下,它一直都在那里。 作家的工作就是利用工具箱里的叙述工具,尽可能完整地把故事挖出来,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,才会使用故事的构思。 但是,很多愚蠢的作家却把创意当成了第一选择。 斯蒂芬认为,讲故事更多地依赖于直觉,比如作家可以把一组人物置于某种困境中,观察他们如何竭尽全力摆脱困境,然后写下来。 至于故事的结局,有时候会如作者所料,但更多时候,结局完全出乎意料。 对于一个悬疑作家来说,这绝对是一件好事。 斯蒂芬曾经在一架飞机上做梦,一位作家被一位患有精神病的影迷, 弄得无法脱身,等他醒来的时候,还记得这个梦,还记得那个疯婆娘说的话吗? 我记得作家的腿断了,关在卧室里。 那天晚上,斯蒂芬住进了一家非常吵闹的酒店,于是,他就按照这个梦境写了起来,足足写了十六页。 实际上,作家在写作之前,脑子里只有一个大概的场景,里面有一位残疾作家和一位精神病人。 具体的故事当时还没有形成,但就是这样,这个作者被困在了一个疯子的故事里。 故事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,斯蒂芬强烈建议我们试着用这种方法,不要被那些讨厌的提纲所束缚。 他认为情节设计完全是多余的,只要场景设定足够强大,那么,该如何设定情境呢? 斯蒂芬提出了一种简单有效的假设,举几个例子,如果吸血鬼入侵小镇怎么办? 如果警察突然发疯,把所有人都杀了怎么办? 如果一个清洁工逃过了谋杀丈夫的嫌疑,却因为另一桩谋杀案而受到指控,那该怎么办? 如果一对母子被一只狂犬病狗追赶,那该怎么办? 这些情景,有时在洗澡时,有时在开车时,不经意间浮现在斯蒂芬脑海里,有了这些有趣的场景。 斯蒂芬就把他们写成了小说。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小说创作的第二部分,描写,它的作用是让读者亲身参与故事。 在开始写作之前,首先要想象出你想让读者感受到的场景,描写的目的,就是要将脑海中的画面变成文字。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不恰当的描述会使读者感到迷惑,就像近视眼看不清东西一样,过分的描述会淹没读者的细节。 诀窍就是要找到适当的分寸,斯蒂芬本人并不喜欢那种事无巨细描述人物外貌特征的写作风格,他宁愿读者自己去想象,比如魔女嘉丽里面,他写到了嘉丽是个被冷落的高中生,皮肤不太好,穿衣打扮也很蠢,剩下的细节,读者可以自己补充,不需要详细的描述。 斯蒂芬注意到了这一点,在描写人物的外在形象时,应突出人物的现场感和特征,使读者更容易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。 好的描述通常有几个精心挑选的细节组成,几个细节就足够了,大多数时候,首先想到的都是这些细节,因为首先出现的那些细节,基本都是最精彩最真实的。 例如,在纽约,斯蒂芬非常喜欢牛排店,如果你决定在这家牛排店里放一段小说里的场景,你可以花点时间来回忆一下餐馆。 他首先想到的是吧台后面有一面镜子,镜子反射着街上的灯光,很亮,第二幅画是墙上的漫画,第三幅是间牛排,如果再想一想,还能想出更多的细节,但是现在已经不需要了,因为故事才是最重要的,没必要在细节上纠缠太多,反而耽误了故事本身。 对话是小说创作的最后一部分,对话赋予人物英容笑貌,性格特点,是塑造人物的关键,读者可以从你的话语中感受到你的性格,而不需要作家来定义你的性格。 比如,你要写一个傻子,你不需要写得很清楚,傻子要出场的时候,对话就会出现,让我们听一段巴斯先生与小孩之间的对话,巴斯的声音响起,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,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每个人说过的话,因为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,背口是什么? 孩子问,你能不能不问?巴斯先生大叫着,一把夺过小孩的小棍子,把它掰成了两半,到了吃饭的时候,肚子会有食欲,生病的时候就不会有食欲,哦,胃口真好。 小孩淡淡道,听了这段对话,巴斯先生不能说出胃口这两个字,未必就能证明他是个白痴,但听了几句话,就知道这家伙脑子有问题,根本不需要作家解释。 写对话的关键就像是写小说一样,你要把你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写出来,不需要任何的修饰,就像是在偷听别人的对话一样。 比如,有些人可能不喜欢使这个词,但是有些时候,你只能使用这个词,没有哪个孩子会跑到妈妈面前,说妹妹刚才在浴缸里撒尿了,但最有可能的,还是直接了当地说出来。 因此,要想使对话有真实感并引起读者的共鸣,你就得讲真话。 好了,现在我们已经说到了写小说的基本技巧,接下来,我们来谈谈完成初稿之后,斯蒂芬写作经验的最后阶段,修改稿子,稿子要改多少次才合适。 斯蒂芬的个人回答是三次,第一稿是草稿和纯故事稿,要求作者尽快完成,第二稿则是在第一稿完成后,挖掘出更深层次的意义,突出故事的主题。 第三稿为润色,其主要目的在于使文字更加优美,关起门来写第一稿,直接把脑子里的想法下载下来,尽可能快地写,这样才能保持写作的热情。 写完初稿后,作者建议你至少要休息半年,至少要六周,把初稿锁起来,不要看,也不要想,当你几乎忘了初稿时,这意味着你准备好开始第二稿了,最好在开始第二稿之前把初稿一口气读完,六个星期后再读一遍, 这是一种奇怪的体验,就像是在看别人的作品一样,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个目标,因为改别人的稿子总是很容易的,但是写自己的稿子却很难,六个星期之后,你会更容易发现漏洞。 再者,第二稿的任务就是挖掘故事中潜在的象征意义,使主题更加鲜明。 斯蒂芬认为写小说时,首先要确定主题和象征意义,好的小说应该先讲故事,然后才有主题。 所以,在基本故事写完之后,你可以在修改稿子的时候问自己几个大问题,如何使故事更连贯流畅,故事里会不会有什么重复的东西,是否可以将这些内容交织成主题,如何使那些深层含义更清晰。 不管怎么说,这一次的阅读,你得好好想一想这个故事的意义,知道自己要表达的是什么。 第二稿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写,增加场景,增加世界,突出主题,修改稿子的时候,也要考虑到小说的节奏,讲故事的速度是否合适。 如果速度太快,读者可能会落在后面看不懂,但如果速度太慢,读者就会不耐烦了。 那么,怎样才能找到最佳节奏呢? 最好的办法,是找几个信得过的朋友一起读一读稿子,看他们是否对某个场景不耐烦,或者觉得废话太多。 通常,控制节奏的最简单方法是删除枯燥的部分,加快速度。 四地分有个公式,删起字数,即第二稿字数等于第一稿字数减去10%,如果故事的初稿写了5000字,那么第二稿的长度就会减去10%,变成4500字。 在改稿时,还要注意背景故事。背景故事发生在小说故事开始之前,背景可以帮助我们塑造人物,解释其行为动机。 背景故事必须尽快说清楚,而且要有技巧,不能生硬,怎么能说不生硬呢? 让我们先听一段对话,男人对女人说,你好,前妻,前妻这两个字,说明了两个人已经离婚了。 但是这样的解释,实在是太生硬了,我们可以换一种写法,嗨,嗨,呃,他的声音很自然,但是右手的手指却是悄无声息地摸下了那枚婚戒。 当然,这并不是一篇很好的作品,但总比你在游戏开始的时候要优雅得多。 读者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往往比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,因此故事背景的描述必须简洁。 斯蒂芬建议每个人都读一读《哈利波特》系列小说,看看每本新书都是如何,三言两语就把故事讲清楚的。 总之,关于背景故事,大家要记住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,而且大部分都很无聊,只有有趣的部分可以保留,其余的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 最后,斯蒂芬用这样一段话来表达他对写作的最终看法。 对于我来说,写作就像一个信念,坚持的行动就是对抗绝望的挑衅。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,就是这样写出来的,写作并不是生活,但是我想有的时候它就是人生的一条路,好吧,关于写作,这本书就告诉你,音频下面有听书笔记,明天见。